哈喽,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Chinese Podcast with圣兰 你们现在收听的是一期中文视频播客 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会用镜头记录下我出门买菜,回家做饭的过程 通过今天这期内容,我想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选择自己在家做饭而决定不再点外卖了 这些是我出门买菜的装备 这些塑料袋我都会重复使用 比如说这一个的话,我以前用过两次了 用完一次之后,我会把标签给撕下来 出门之前我会把要买的东西给写下来 现在我的购物清单已经写好了 今天我打算煲一个汤 所以我要买的是煲汤的一些食材 以及再买一些水果 这两个月,我的生活习惯 尤其是饮食习惯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 我再也没有点过外卖了 而是选择自己去做饭 而且我决定以后都这样做 大学毕业之后到现在 我独居生活了两年多 在这段时间当中 我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是自己做饭 另外三分之二的时间点外卖 偶尔会去餐厅糖食 但是去年上半年搬到现在这个 非常小的公寓之后 我发现我做饭的频率越来越低 原因有很多 比如说我现在住的公寓非常的小 估计只有不到20平米的面积 你好了吗 嗯 好了 嗯 好的 嗯 好的 嗯 不用就放这里面就可以 嗯 不用就放这里面就可以了 嗯 不用制服吧 嗯 不用制服吧 好 谢谢 嗯 好的 嗯 好的 我现在要去另外一家超市 买一点白菇 白蘑菇 然后我得把我的东西先存在这里 在特别狭窄的厨房做饭 让我觉得非常的不方便 除此之外 有时候我特别忙 而做饭非常的耗时间 你得买菜 洗菜 准备食材 然后做饭 还得煮饭 有时候特别忙 就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尤其是当你特别饿的时候 你真的只想马上吃到 热腾腾的饭菜 我怕买的过 我也买的过 你买的这几块哪儿小姐 那个大的 8块8的 嗯 干嘛 这几个的 这个6块8的 嗯 对啊 不过想到还要自己从头开始做 真的心里会特别的崩溃 另外现在点外卖已经非常方便了 我们只需要打开手机 动一动手指 半个小时之后 外卖小哥就会把你点的餐送到你家门口 所以这样一来 我好像更加没有理由去自己亲手做饭了 那么为什么我现在决定不继续这样的生活方式了呢 为什么我不继续点外卖了呢 最开始让我有改变的想法的 是我在月底的时候 查看自己上个月的账单 查看自己上个月的支出 我发现我在外卖上花了很多钱 说实话 在中国点外卖的价格和很多国外的国家相比 都不算高 一般来说 你点一个普通的外卖 差不多是二三十块钱 但我觉得二三十块一份的外卖不是特别好吃 也不太健康 所以我常常会点五十六十一份的外卖 中午吃一半 剩下一些晚上用微波炉加热一会儿再吃 我现在吃的其实就是昨天做的剩菜 这个饭是我今天新煮的 我睡得比较晚 通常是凌晨十二点之后才睡觉 如果你也有晚睡的习惯 你或许也有过和我一样的经历 也就是到了晚上九点多 十点 十一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特别的饿 很想吃东西 那这个时候我就忍不住 常常想要再点一份宵夜 那这个宵夜一般是二十多块钱 除了这两顿外卖之外 通常在下午我还会想喝咖啡 或者喝奶茶之类的饮料 那这又得再花上十块钱或者二十块钱 这样算下来的话 每天的伙食费通常是在八十到一百之间 一个月的话就是两千四到三千块钱 然而这个费用的话还没有算上买水果 以及和朋友出去聚餐的开支 那我觉得自己实在是花了太多的钱了 其实钱花了也就算了 但是我觉得更加关键的是 你花出去的这个钱并没有给你带来快乐 反而是会让你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 有一种负罪感 比如说当我想喝一杯奶茶的时候 对吧 然后我下单点了外卖 然后花了二十块钱左右 买了一杯奶茶 我可能喝到第一口会觉得 哇真的好好喝 但是我越往下喝 我喝到最后喝完这个奶茶的时候 我更多的感觉是 好像这个也不是那么好喝 对吧 我为什么非得花这个二十块钱 去买这样一杯奶茶呢 而且喝完这个奶茶还会让我更胖 那听到这里有人可能就会说 哎那你可以继续点外卖 但是你只点那种健康的食物 比如说你吃中饭对吧 你不自己做饭 然后你就继续点外卖 点比较健康的中餐 但我觉得是这样子 为什么要点外卖呢 为什么我之前会点外卖 是因为我觉得它可以帮我节省时间 然后可以帮我逃避做饭这件事情 逃避做饭这件那么麻烦的事情 但是这段时间实践下来之后 我发现好像也没有那么麻烦 因为我不需要每一顿都去做 而且我自己做饭的话 它成本会更低 就真的非常的省钱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讲到 我如果要点外卖的话 我每个月在食物上的一个支出 对吧 我觉得应该是三千左右 但是如果我完全是自己做的话 我觉得可能一千左右是绝对绝对足够了 如果吃的少一点 甚至六七百我觉得都是够了的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就暂时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大家需要这期视频的文字稿 或者想要听到更多我制作的内容 欢迎你们加入我的Patreon会员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